这期继续讲成长第十三篇,总台回答道,对不起手掌,您房间的电话未开通这项业务。 傅平安说,拿给我接东山守备区一号台。 对不起手掌,您房间的电话不能外拨,只能用于疗养院内部通话。 傅平安当场就把电话机从墙上拽下来摔了个七零八落,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气息越来越重, 他很愤怒,很紧张,外面的黑暗让他感到恐惧和敌意,他要把自己隐蔽起来,伺机消灭敌人。 房间里没有任何武器,傅平安摔了一个茶杯,拿了两块锋利的瓷片出门。 这里是烟山脚下的疗养院,气候宜人,地方开阔,两个配手枪的陆军士兵远远尾随着傅平安,并不打扰他。 疗养院很大,任由傅平安活动,但是当他靠近围墙的时候,那两个兵就过来了,先敬礼, 客客气气提醒他,班长,这里禁止翻阅。 这两个兵,一个是下士,一个是上等兵,但是都要称呼自己为班长。 傅平安想到自己的军人身份,情绪稍微平复,匆匆回去了,回到房间就开始呕吐, 呕吐完了又拉肚子,上吐下泻,痛不欲生。 外面职守的士兵发觉不对劲,开门进来,将傅平安送医抢救。 疗养院医护组给他打了一针就见效,随即医生打电话给负责傅平安的首长,报告自己的发现。 这个病人已经麻醉剂成瘾,相信是在治疗烧伤时注射了过多的肚冷钉导致的。 而且还有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典型的战后心理综合征,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种。 英文缩写PTSD,病人会性格大变,情感分离,失眠,暴躁,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 我建议你们不要再继续提及那段经历。 医生这样说,次日,淮门市和平小区五号楼,傅东梅坐在楼下给儿子织毛衣,泛东整理货架,上午没啥顾客,连打牌的都还没来,忽然电话响了,傅东梅随手拿起来,找谁? 傅东梅同志们,这里是北京,有件事通知您。 八月份在抢险救灾中失踪的傅平安同志有下落了,傅东梅的心意紧,有下落了,是儿子的遗体终于找到了吗? 在海里这么久时间,都被鱼瞎啃得啥也不剩了吧?不对,如果是找到遗体,对方应该是很沉痛的语气才对,怎么这么轻快? 泛东扭过来头来,啥事?傅东梅一摆手,示意老公别插嘴,他接着听对方说话。 傅平安同志被一艘朝鲜渔船给救了,过了这么久才和我们联系上,你也知道那边国情不一样,理解万岁吗? 总之人没事就好,暂时还不能见面,有个重要的受称仪式。 后面这一长串,傅东梅都没怎么听明白,他的心思全乱了,挂上电话,抱住泛东就哇哇地哭,把泛东吓了一跳,急忙问他啥事,怎么问傅东梅都没说。 只顾着发泄情绪,好不容易哭完了,才说道,平安还活着,全虚全已的。 这下轮到泛东哭了,丧子之痛,痛彻心扉,为了摆脱痛苦。 他们清除了大儿子留下的一切痕迹,现在人又回来了,而且连伤都没有,人世间再没有鄙视而复得,死而复生更让人惊喜的了。 儿子啥时候回来? 泛东问,没说具体,好像还有个啥意思。 傅东梅说,他们从东山守被驱走的时候,带走了儿子的一等功勋章,就像泛东生说的那样,一条命换一块铁牌子,现在勋章可以丢给泛东生当玩具了。 傅平安确实有个隆重的受称,仪式要参加,摇养院的兵帮他熨烫军装擦皮血,脸上的胡茶也刮得干干净净,临行前医生给他打了两针,确保他在仪式上不会情绪失控。 一大早,傅平安就出发了,现在坐在长安街上八一大楼的贵宾室里,他正惊畏作,不和其他人寒暄。 时间到了,礼宾人员引导授勋人员进入作席,叮嘱他们上台的时间,台下官兵均荣整齐,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1点整,18名礼宾正步入场,持枪助力两侧,仪式开始,全场齐声高唱国歌,一位军委副主席宣读了主席签署的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命令,另一位军副主持仪式。 第一个上台的,就是傅平安,他听到了专属自己的荣誉称号,海岛蛟龙。 聊亮君歌声中,傅平安走到台前,让主席为自己佩戴一级阴谋奖章,颁发证书,合影留念。 傅平安是这次受称仪式唯一的个人荣誉称号获得者,下面是集体荣誉称号授予,依然是他在台上,代表东山守备区海防三团九连全体, 从主席手中接过祖国海江、卫视英雄连荣誉称号的讲旗。 接受自己的荣誉称号时,傅平安尚且能保持镇定,接过集体的讲旗时,他感到四个战友的英灵,此刻就在现场,忍不住热泪横流。 接下来,主席又向其他两个获得集体荣誉称号的代表颁发了讲旗,受称仪式结束。 主席和台上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傅平安留在北京的任务完成了,他正匆匆去乘车,呼听后面有人叫他,回头看去,竟然是冤家罗汉。 如果不是罗汉,自己就不会憋着一股劲总想立功,就不会害死兄弟们。 如果不是罗汉他们姗姗来迟,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心仇旧恨涌上心头。 傅平安差一点就动手了,但之前打得镇静记起了效果,他克制住了。 我们T不对,现在挺缺人的。 罗汉说,海岛蛟龙有兴趣加盟吗? 傅平安冷哼一声,配吗? 这句配吗可以理解为两种含义,一种是我不行,配不上你们牛逼哄哄的老T,还有一种意思更贴近傅平安想表达的,那就是你们配吗? 前来参加受称仪式的老T还不少,又有几个人站在罗汉身旁,气势汹汹的,似乎响以多欺少,傅平安可不怕他们,四下学摸着能拿来当家伙的东西。 可是老T们并没有动手,只听罗汉嘀嘀喊了一声,全体都有,立正,敬礼。 一阵脚跟并拢,皮鞋撞击的咔咔声,老T们排列整齐。 T不对向祖国海江,卫视英雄连,向海岛蛟龙,敬礼。 随着罗汉一声令下,一排手臂举起,身经百战的特种兵向九死一生的英雄敬礼。 傅平安把脸扭过去,装看不见。 胳膊们依然抬着,罗汉说道,傅平安,我知道你心里有气,那件事上是我冤枉了你。 回头找个地方,我让你打一顿,用拳头用棍都行,但是你不能对T不对有怨言。 还记得那个打你最狠的哥们吗? 他和整整一队人,在增援374的途中直升机帅了,全都没活下来,我们尽力了。 傅平安回头,缓缓举起手臂回礼,一队士兵和一名士兵互相敬礼,在人来人往的礼堂门口。 心有灵犀般,老T们骑刷刷放下手臂,集体向右转离开,罗汉临走前说了一句,我会去掉你的档案。 罗汉确实有着的想法,经历过实战且表现极其优秀的士兵,T部队必须细手,他们是隶属总参的特种部队,手眼通天,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实际上也没人阻挠,但这事儿还真办不成。 因为傅平安的精神和体魄都被这一场战斗催垮了,他现在是杜冷丁成瘾患者,战后心理综合症患者,背后大面积纹身也不利于隐蔽身份,还有一定的潜水减压综合症,可谓伤痕累累。 医生是这样对罗汉说的,他说这个兵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你还想把他再往战场上送吗? 罗汉默默无语,傅平安确实不适合T部队,别说特种部队,就是普通部队都容不下一个随时情绪崩溃爆发的病人。 但这个病人是一级阴谋,个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只要他不愿意脱下这身军装,部队就必须养着他。 其实傅平安对于加入T部队并无执念,从他被罗汉殴打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向往这件事,受称仪式结束后,他的任务也结束了,即将带着荣誉返回老部队,东山守备区。 受称仪式在电视上直播时,东山守备区全体部队组织官兵收看,傅平安的老战友们,从胡大鹏到景通连的干部们,从老班长何昌盛到招待所的服务员顾磊,当然也少不了公务班的成郭才功臣,通讯连的罗锦刘晓纳,全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傅平安的高光时刻。 一个士兵,能获得军队最高荣誉,个人荣誉称号,这是极其难得的,更是守备区的头一号。 在英雄即将在遇归来的前夕,每个人的心情各自不同。 傅平安回到守备区的这天阳光灿烂,锣鼓喧天,和他离开的那天完全是天壤之别。 大门口的哨兵向他敬礼,大门内的主干道上拉着横幅,红底黑字写着大大的向傅平安同志学习。 面包车在机关大楼前停下,司令员和政委双双亲自到场迎接守备区的大功臣回家。 两位首长身后站着几十个校尉军官,一起鼓掌欢迎,傅平安背着背包下车,精神抖擞, 立正敬礼,转动身体,照顾到每一个人。 雷毕达和政委交换一下眼神,很欣慰,病例上说傅平安精神有了一定问题,看起来很正常吗?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傅平安依然回到他的老部队景通莲,实际上他的编制还在九连, 只是海防九连全军覆灭,目前就他一个人,只能挂靠其他单位,回景通莲最合适。 还是那间寝室,还是那几张铺位,还是那两位室友,成国财和功臣本来都比傅平安资格老, 他是新兵的时候,人家就是士官,现在傅平安已经挂上中式军衔,成国财和功臣还是下士,反倒要向傅平安敬礼。 傅平安乐呵呵地还礼,然后指了指自己躺过的那张床说,我还睡这个对吧? 成国财说,换一张也行,反正有空床。 傅平安说,没事,就他了。 说着将床铺掀起来,仔仔细细搜索了一番,成国财尴得无地自容, 善善地想说些什么,但傅平安连正眼都不看他一下, 从箱子里取出军委主席和自己的合影相框挂在墙上。 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寝室门口,是胡大鹏胡参谋, 他是代表组织和傅平安谈心来的,成国财和功臣很识趣地回避了。 一锦还乡的感觉怎么样? 胡大鹏拿了个马扎坐下,还行吧,我得找出是谁害我的,然后弄死他。 傅平安眼神直勾勾的,回到旧地勾起他一些不好的回忆, 这会儿心情有些糟糕,拳头发扬想揍人。 胡大鹏说,我先说一下你的情况,本来你是被军区授予了一等功的, 你们九连,除了黄瑶武是二级阴谋之外, 其他四个人都是一等功,后来京中央军委决定, 撤销你的一等功,重新授予一级阴谋,荣誉称号, 九连也获得集体荣誉称号。 这里面的内情,你应该比我清楚,牵扯到保密条例, 我也不会问,你也不会说。 我想说的是你的前途,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路很多。 第一条,也是我认为最好的一条是上军校, 以你的条件可以免失入学,四年之后就是军官。 第二条,继续当士官,你现在已经是中士, 比童年兵领先了三年,有一级阴谋的荣誉在。 只要你不提出退伍,就能在部队一直待下去, 现在职业事关的工资蛮高的,也不错。 第二条路,复员回家,还是那句话, 地方民政部门会根据政策给予一定优待, 基本上你想进任何单位都是一句话。 傅平安说,我现在不关心个人前途, 我只想知道战友们的情况。 胡大鹏说,黄连长是军区授予的二级阴谋, 这个荣誉足够安排他的家属了。 嫂子原来在家乡超市当营业员, 现在被咱们守备区特招入伍, 到后勤部当助理员去了。 正儿八经中位军职,这辈子不愁了, 孩子也在东岛世上小学。 过两年,组织再给嫂子介绍个对象, 老黄也会理解的。 对了,老黄遗书上也是这样写的, 你们几个的遗书后来在岛上发现了, 现在陈列在守备区荣誉室呢。 傅平安点点头,连长拳下有之也该明目了。 胡大鹏说,你们几个都追授了军衔, 老黄追授陆军上校,潘兴追授陆军中校, 高小波追授三级军事长, 柱梦军追授四级军事长, 你也被追授为中式军衔,其他的吗? 按照政策来,抚恤金只多不少, 地方上还会给一部分。 另外,柱梦军发明的生存仓 被科研部门拿起借鉴了, 将来量产后会以他的名字命名。 傅平安沉默着, 这些功勋他根本不当回事, 哪怕晋升上将也换不回手足兄弟的性命。 每个晚上四个哥哥的身影都在自己眼前晃动, 和他开玩笑,和他共饮, 他不曾告诉任何人, 自己的枕头从来都是湿的。 胡大鹏说, 前天的电视新闻看了吗? 咱们的海军副司令到夏威夷美国太平洋舰队参观, 展开两军合作什么的, 这都是你们五个换来的成就, 不打就没有和平, 你知道你们的战绩是什么吗? 傅平安茫然地摇头, 他还真不清楚战绩, 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他。 胡大鹏说, 你们五人歼灭了亚太地区成建制的美军海豹队, 造成这个地区一段时间的美军特种力量真空, 你们打出了军威, 打出了国威, 现在美军修改了规则, 军舰已经不敢靠近咱们的离岛了, 那天, 黄海四个国家出动了近十艘主力战舰, 战机近百架次, 等于打了一场威型的东亚大战, 而我军的主力就是你们九连, 你们打赢了。 傅平安把脸扭到一边, 一言不发, 这些话同样触动不了他。 胡大鹏说, 你的前途问题, 慢慢考虑, 不急, 我先走了。 马上要到晚饭时间, 程国才小心翼翼问傅平安 要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 还是我把饭菜打回来给你吃。 傅平安说, 我去食堂。 公务班组队走到食堂, 打了饭回到桌子上正要开吃, 傅平安批见旁边隔了两张桌子的地方, 保卫科的林副科长正在和两个女干部一起吃饭, 林副科长聊得很开心, 一口白牙闪烁着, 时不时还蹦出一两句英文, 傅平安的脑子一片空白, 他把不锈钢餐盘随手一线, 菜饭糊了成国才一脸, 紧跟着食堂吃饭的干部战士们, 就看到一个矫健的身影踩着桌子跳过去, 双手高举餐盘拍在林副科长英俊潇洒的大油头上, 全食堂的人都听到光的一声闷响, 谁也没反应过来, 任由傅平安把林鹤按在地上痛打。 到底是部队食堂, 有几个反应机敏地发现, 傅平安并不是在殴打林鹤, 他是在杀林鹤, 死死扣住林鹤的咽喉不撒手, 几个兵一拥而上, 拼命拽也拽不开, 最后硬是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掰开的, 林鹤挣脱之后狼狈不堪, 大分头都散了, 狗一样伸着舌头喘气, 稍微喘匀了之后嘶吼道, 把他抓起来, 关禁闭。 他不说这句话还好, 一提到关禁闭三个字, 本来已经情绪平复的傅平安再次发疯, 这回谁也按不住他了, 冲过去朝林鹤脸上打了一记重拳, 血和牙齿一起标出, 最后是景通莲出动了八个兵, 才把傅平安制服, 而林鹤则被送往卫生队治疗。 郑伟闻讯赶来, 见状大怒, 胡闹, 不知道我们的英雄受过强烈的刺激吗? 谁干的? 谁又刺激他的? 不知道他是一个病人吗? 景通莲的兵悄悄将傅平安放开, 而傅平安也一脸目燃,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 有人小声说是保卫科的林副科长。 郑伟说, 这样啊, 以后不要让林鹤到食堂来, 不要和我们的英雄照面。 城郭柴头上, 顶着西红柿炒鸡蛋在一旁瑟瑟发抖。 郑伟检查了傅平安的手, 发现多处亲子挫伤, 皱眉道,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成国财, 送小傅去卫生队磨点爹打酒。 傅平安忽然说话了, 报告政委, 我饭还没吃。 政委说, 食堂给下个病号饭, 下两个荷包蛋。 底下人交头接耳, 说政委比宠自己亲孙子还宠傅平安。 又有人说林副科长这顿胖揍是白癌了, 然后一圈人说活该。 傅平安吃了病号饭, 在成国财的陪同下去卫生队抹了爹打酒。 他去的时候, 林鹤还在打掉水, 听说精神病又来了, 赶紧回避。 回到寝室, 傅平安上床躺下, 成国财把灯关上, 傅平安大吼一声, 开灯。 成国财赶紧把灯打开, 说, 小傅, 熄灯号吹过了。 傅平安说, 我要开着灯睡觉。 成国财哪敢不从, 等指导员来查业的时候, 他小声做了报告, 指导员说一切随他, 可以开灯睡觉, 你们要是觉得受到影响, 可以申请调寝室。 当晚, 成国财找了个借口职业班, 没敢在寝室睡觉, 他怕傅平安半夜发病, 把自己掐死, 那可就连个烈士都捞不到了。 如果是普通小兵殴打了干部, 这回麻烦就大了, 但傅平安不同, 倒不是因为他顶着一级阴谋的光环,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病人。 司令员和政委都看过他的病例, 也听军区总院的精神科医生介绍过病情, 战后心理综合症, 听到看到和战场上接近的事物, 就会进入战斗状态, 六亲不认, 神佛通杀。 林赫曾经抓过他, 冤枉过他, 在那一瞬间傅平安将林赫认作敌人, 所以想杀了他。 保卫科上下很不服气, 傅科长被人打了, 居然一点处分都不给, 还有天理吗? 他们正打算写信给上级机关申诉, 一辆军区牌照的车就把傅平安接走了。 据小道消息称, 军区副司令员罗克公中将要请傅平安吃饭。 大多数情况下, 傅平安还是很正常的, 听说罗副司令要请吃饭, 他还拿了一盒高黎参, 一瓶胡谷酒作为礼物。 去军区的车上, 还有一个同行者, 是通讯联的罗锦中尉。 军区首长要接见一级阴谋, 这是公事, 而罗锦只是搭顺风车去军区看望伯父, 两人同路而已, 并不是刻意安排, 军区派了一辆考斯特, 看着低调, 其实内部宽敞, 设备齐全, 是专门招待军级以上首长专用的。 罗锦已经听说傅平安食堂, 暴打灵鹤的光辉事迹, 他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自己也曾给傅平安造成过心理创伤, 万一这家伙中途发病, 可不是前排的驾驶员和参谋能按得住的。 但傅平安并没有立刻发作, 他只是呆呆看着窗外一言不发, 罗锦以为这是在酝酿发作的情绪, 吓得缩在角落里护住自己的领口, 脑子里在放映一幕幕暴力片。 傅平安似乎猜到了罗锦的内心所想, 忽然说, 别怕, 我不是精神病, 我昨天是故意揍林鹤的, 你不觉得他很欠揍吗? 罗锦放松下来, 是的, 很欠揍。 傅平安说, 那就对了, 没毛病。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冰冻的气氛瞬间变得和谐起来, 前排的驾驶员和参谋也跟着偷笑, 人人都讨厌林鹤, 这段话他们只当没听见。 但是傅平安一句话又把气氛带向了哀伤, 他盯着自己的一双手说, 我只是想揍他, 没想杀他,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罗锦一阵心疼, 战后心理综合症是很可怕的心理疾病, 很多老兵看起来和正常人无异, 其实内心不知道承受了多大的煎熬, 傅平安才二十岁就经历了这么多残酷的事情, 今后几十年他该怎么度过? 傅平安看着车窗外 飞速倒退的树木说, 我记得这条路, 零八年底我和战友们坐着大坝, 走这条路去的维子沟。 罗锦说, 一晃快两年了, 你们那批兵都要退伍了, 时间真快, 对了, 你和家里通过电话了吗? 傅平安点点头, 打过了。 提到家人, 他自己都感到纳闷, 经历了那么多生死考验, 他竟然急切地回家的念头, 对亲人也不怎么想念, 他自己尚不知道, 这也是战后心理综合症的一部分, 情感分离症。 傅家人并不知道, 儿子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他们这几天都沉浸在狂喜中。 范东让二小子上网查了一下荣誉称号, 是个什么概念, 搞懂之后叹口气, 感慨一句, 这得抢救多少吨海带啊。 第二天中午, 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 观看了受称仪式, 当国家主席将一级英模奖章颁发给傅平安时, 三口人巴掌都拍红了, 笑得眼泪哗哗的。 范东生得意洋洋, 说我早就知道, 我哥不会死的, 他是战神家兵王, 谁也杀不死他。 范东笑道, 你小子就知道吹牛, 你哥就是个老模, 不是兵王。 范东生嗤之以鼻, 不和你们说了, 你们不懂。 精彩的还在后面, 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 范东正迷瞪着, 就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 几个小伙子跑到自家小店门口, 铺开一条大地红鞭炮, 这就要点起来, 范东说谁家结婚啊, 怎么下午才办。 抬头一看, 原来不是结婚, 一辆金杯面包开过来, 车上下来两个人, 捧着一块蒙着红绸子的金扁, 喜气洋洋过来了, 后面卡车上跟着鼓号队, 吹的是白鸟嘲讽。 来的领导还挺齐全, 一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带队, 人务部部长, 民政局副局长, 还有当地区政府的领导, 接到办事处的书记, 居委会主任全来了, 自然也少不了老熟人女记者殷素素。 面对记者们的长枪短炮, 范东话都不会说了, 翻来覆去就是感谢政府, 感谢部队。 民政局领导向范东 颁发了一张巨型支票模型, 这是地方政府奖励一级英模家庭的奖金, 人民币五万元整。 傅东没看到支票, 就想到了儿子的抚恤金, 之前军方认定傅平安牺牲, 还授予了革命烈士称号, 烈士称号原封退回没问题, 这抚恤金可咋办呢? 他私下里找到民政局的同志打听, 民政干部也没见过这种先例, 烈士活着回来, 扶恤金到底是退还是不退, 他只含糊说你先放着, 等上面找你的时候再说。 乐队开始演奏解放军进行曲, 范东赴东梅两口子和领导们一起掀开红筹字, 围观群众看到金扁上四个苍镜有力的大字, 阴谋之架。 邻居们把小店围得水泄不通, 比结婚还热闹, 范东拆了两条烟, 承包地往人群中扔, 这两口子可算风光了一把, 想必今晚上淮门新闻都会播出里。 等领导们走了, 范素素才拎着话筒过来, 要采访一下阴谋的父母。 他问起傅平安的具体事迹, 范东云山雾罩的一通车, 说儿子在海岛上营救渔民, 保护海带, 保护了起码十万吨的海带。 以范素素的常识, 当然没法相信保护海带能获得一级阴谋这种最高功勋, 但官方口径也是如此, 他想做节目就不能跳出这个苛咎, 回去之后, 他冥思苦想, 只能采用春秋笔法, 略过具体事件, 从人物本身讲起, 把素材库里两年前留下的影像资料拿出来剪辑一番, 又做成一期花团紧簇的节目, 放在淮门新闻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 节目播放的时候, 陈倩和赵光辉正在他们新买的大别墅里吵架, 两人吵得很凶, 上升到动手的层级, 55寸大屏幕夜经电视里播放着广告, 谁也没去注意, 忽然陈倩一转头, 看到屏幕上出现傅平安的身影, 手中的水晶花瓶不知不觉放下了。 从高考落榜升到一级阴谋, 赴平安的人生之路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 主持人充满深情地念着台词, 赵光辉顾不上擦脸上的血痕, 自言自语道, 可以呀, 一级阴谋不能再高了, 顶格的荣誉。 陈倩说, 我弟弟当然可以了, 比你这个渣男强一百倍, 两人继续开打。 与此同时, 京华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某市政工程楼盘的工棚里, 一群民工正在甩扑克, 一台小电视模糊不清地放着节目, 也没人关注, 赵捷叼着烟路过, 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驻足盯着电视, 看到国家主席给向军人颁发奖章的镜头, 他擦擦眼睛, 那不是两年前在工程队干过小工的城里人赴平安吗? 夜幕下的淮门大街, 出租车司机向光荣打开收音机, 调频104淮门音乐台, 不小心手艺滑到了新闻台, 远及我市的现役军人赴平安。 昨日在北京八一大楼获得海岛蛟龙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向光荣心头一动, 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建江城市学院, 女生宿舍404寝室, 木兰半躺在上铺, 身边摆着可乐和薯片, 笔记本电脑上放着淮门电视台的网络同步视频, 当他听到傅平安这个名字时, 耳朵竖了起来, 看到屏幕上那个英挺的身影时, 把眼镜戴上了, 看清楚获得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的家伙, 确实是自己的高中同学时, 忍不住连声嚷道, 卧槽卧槽卧槽。 傅平安抵达军区一朝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副司令员在北京的会议推迟了, 要等到明天才能回来, 一朝的自住餐厅停止营业了, 两位守备区来的客人只拿到了房卡, 连饭都没得吃。 军区在省城最繁华的所在, 窗外夜景璀璨, 车水马龙, 傅平安敞开房间的门, 打开所有的灯, 孤独地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一切。 罗锦放下行李, 略加梳洗之后来敲门, 发现门开着, 傅平安的背影挺立在窗前, 他敲门的手僵住, 默默看着这个安静的士兵。 士兵竟然五分钟保持同一姿势没有变过, 罗锦忍不住走过去, 问他, 没来过省城吗? 我有一年多没见过这么多人了。 傅平安说, 是啊, 自从他离开守备区发配上岛, 就和那四个烈士朝夕相处, 直到全体牺牲。 之后的这段日子, 不知道被某方力量软禁在何处, 确实是一年多没见过城市, 没见过人朝人涌了。 我想家了, 想我妈。 傅平安代代地说, 那眼神让罗锦心疼得差点落泪, 这孩子比自己小四五岁, 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 以至于精神都不太正常了。 他需要爱, 需要安慰, 需要母亲。 罗锦偷偷擦一下眼泪, 换上欢快的语调, 走, 姐姐带你吃饭去。 是, 罗牌掌。 傅平安语气很平淡, 如果是两年前能接到罗锦的邀约, 他会高兴地蹦起来, 可现在心底一丝波澜起伏都没有。 穿军装外出不合适, 你稍等, 我去换衣服。 罗锦飞快跑回自己的房间换了变装, 牛仔裤长筒靴, 风衣披肩, 时尚新潮。 过来一看, 傅平安依然站在窗口, 纹丝未动。 我忘了, 你没有变服。 罗锦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没关系, 姐姐帮你买。 傅平安跟着罗锦出了军区一招, 打车来到市区最繁华的购物中心, 帮他挑了一套衣服。 傅平安从事衣间出来, 俨然就是个青涩的大学生, 罗锦围着他转了两圈, 说你还真是个衣服架子, 行, 全要了, 买单。 排长, 我没有钱。 傅平安说, 姐姐有钱, 姐姐给你买。 罗锦拿出信用卡交给销售员, 把傅平安换下来的军装放进袋子里提着, 昨末去哪儿吃饭? 我请你吃海鲜吧。 罗锦说, 有个很接地气的饭店, 我同学给我介绍过。 是, 排长。 傅平安永远是这一句。 罗锦找的饭店, 确实很接地气, 是一间大排档, 他觉得傅平安在海岛上久了, 应该会喜欢人气旺一些的地方, 确实如此。 在这儿, 傅平安的表情没那么拘谨了, 开始讲一些高中时期的故事, 罗锦装作很有兴趣听的样子。 其实他更想听的是374岛上的故事, 英雄们的事迹, 但那些回忆会刺激傅平安, 他只字不能提。 忽然隔壁桌的啤酒瓶, 被人不小心碰翻了, 倒在地上发出碰的一声, 说时迟纳时快。 傅平安一把揪住罗锦就往地上按, 同时死死压在他身上。 瞬间罗锦就泪流满面, 他当然知道这是傅平安的战场心理综合征发作, 勿将啤酒瓶破裂的声音当作枪声, 让他感动得是, 傅平安在任何时刻心里第一想到的都是牺牲自己, 保护占有。 这使人在条件反射下做出的第一选择, 是毫不掺甲的行为, 他的一级阴谋, 当之无愧。 但是这个反常的举动却引起了旁观者的误会, 戏谑的口哨声响起, 傅平安从罗锦身上下来, 说了声对不起。 兄弟, 等不及了吗? 要给我们现场表演活春宫吗? 旁边一桌人开起来恶意满满的低俗玩笑, 他们一共六个人, 放眼望去一片大金链子和卡燕车钥匙, 嘴巴放干净点。 罗锦怒道, 而傅平安已经抄起了啤酒瓶。 这不是罗锦第一次亲眼目睹男生为自己打架, 从小学到高中, 哥哥罗汉为自己打过无数次的架, 并不是因为罗锦招风引蝶, 相反他家教极严, 上大学都没谈过恋爱, 只是从小就长得好看, 学习又好, 自然引发男生们的好感, 递个情书, 陪同上学, 甚至壮着胆子上门拜访之类行为, 一直没停过。 而罗汉唯一的反应, 就是痛打对方。 最后一次, 罗汉为妹妹揍人, 打的就是傅平安, 场景罗锦至今历历在目, 哥哥打架没输过, 一方面是因为他格斗技术高超, 以一队多毫无问题, 另一方面是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 遇上强敌一击不中, 立刻就撤了, 但傅平安的打法却和罗汉截然不同。 如果说罗汉打架是特种兵的鹿子, 那傅平安就是标准的鹿军打法, 不死不休。 几具口角之后, 双方就动手了, 傅平安一个人打六个, 这六个人身体素质和街头斗殴的经验都不错, 傅平安被打得鼻青脸肿, 血忽住他的眼睛, 让他的动作有些迟缓了, 又一个家伙一记飞腿踹过来, 将傅平安踢到墙角, 罗瑾忍不住了, 抡起啤酒瓶尖叫一声, 砸在对方头上, 瓶子没碎, 那个光头壮汉猛回头, 恶狠狠盯着罗瑾, 也抄起酒瓶子抡过来, 罗瑾吓猛了, 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说时迟那时快, 一个身影闪电般冲到罗瑾面前, 硬生生帮他挨了一酒瓶, 啤酒瓶在傅平安头顶炸裂, 血从头顶流下, 他脑子里轰的一声, 回到了08年的那个秋天, 洛可可酒吧里的荧幕在上演, 猛回头, 面前不是陌生的光头流氓, 而是阴侧侧不怀好意的笑面虎张燕君, 桌上地上到处都是空啤酒瓶, 傅平安随手抄起一个在对方头顶敲碎, 然后将锋利的半截酒瓶茶字, 捅进对方肚子里, 还转了一圈, 下手之狠令人发指, 又一条大汗冲过来, 傅平安一脚踢在他裤裆上, 人当场就躺下勾搂着身子不动了, 另外四个人并未被吓退, 同伴的鲜血反而让他们斗智更旺, 有一个家伙跑到后厨把菜刀拿了出来, 也就是这一分钟的时间, 他的三个同伴已经被KO, 傅平安上前劈手夺过菜刀, 正要跺下去, 胳膊被罗锦死死抱住, 快走, 罗锦拽着傅平安多路而走, 饭店老板和围观群众已经报警, 警察分分钟赶到, 傅平安和自己都是军人身份, 而且傅平安还刚拿了荣誉称号和一级阴谋奖章, 被派出所拘留了岂不是部队的大笑话, 他们往外跑的时候已经听到警笛声, 迎面有几个警察快步而来, 罗锦想到傅平安脸上的鞋, 急忙拉着他走另一个方向, 警察在后面喝道, 那一男一女, 站住, 罗锦走得更快了, 警察也加快脚步, 再次喝令他们站住, 两人干脆撒腿就跑, 跑进一栋大厦, 狭长的通道两边都是房门, 前面是一条死路, 罗锦快速试着门把手, 统统都拧不开, 终于有一扇门可以打开, 他拉着傅平安闪身进去, 把门反锁上, 这是一间配电视, 没有窗户, 漆黑无比, 傅平安仿佛又身处暗无天日的宫式行道中, 那里充满杀鸡和占有的鲜血, 他开始颤抖, 开始控制不住情绪, 罗锦紧挨着傅平安, 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心跳声, 忽然他发觉有些不对劲, 傅平安的呼吸在变粗, 身体在发抖, 他在恐惧什么, 噩梦般的回忆潮水一样涌来, 被割开喉管的高小波, 炸掉半个脸的黄瑶舞, 后脑勺掀开的潘兴, 一张张面孔出现在眼前, 傅平安崩溃了, 他汗如雨下, 胃不静攒, 手抖得拿不住任何东西, 连站立都困难, 只能扶着墙慢慢坐在地上, 苦苦对抗着一波又一波的精神折磨, 战斗英雄的背后, 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罗锦也是军人, 他能想象得到傅平安的痛有多深, 此刻母性散发光芒, 他搂住傅平安, 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 就像母亲抚慰安眠的婴儿, 傅平安身处温暖的怀抱, 渐渐平静下来, 人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 大脑会保护性切断某部分回忆, 此刻他的大脑记忆就错位了, 时空挪移, 回到了盘山学部的幼年, 怕黑, 怕大狗, 怕打雷, 妈妈, 脑子混沌了的傅平安, 无意识地喊了一声, 不怕不怕, 妈妈在, 罗锦温柔回应道, 他知道, 人只有在最恐惧最无助, 濒临死亡时, 才会无意识地呼唤母亲, 傅平安的大脑感受到了安全, 渐渐平静下来, 人也进入了睡眠状态, 罗锦就这样抱着他坐在地上, 起初还有些慌乱不知所措, 慢慢也淡定了, 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缘分这东西真是奇妙, 傅平安刚从新兵连出来的时候, 两人就有过交集, 但那时罗锦甚至不会多看这个兵一眼, 谁能想到, 他们之间会发生那么多故事, 时隔近两年后, 这个兵会躺在自己怀中安睡,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他的胳膊都酸了, 慢腾腾地抽出一只手, 艰难地从牛仔裤口袋里摸出手机, 这里的墙壁太厚, 没信号, 可是这样待下去不是办法, 罗锦点亮了手机的手电筒功能, 雪亮的灯光照射在室内, 傅平安立刻就醒了, 一个机灵跳起来, 没事了, 罗锦说, 扶着墙站起来, 他的腿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血脉不通酸麻无比, 他一只手在墙上摸了摸, 找到开关打开, 顿时一片光明, 对不起罗牌掌, 傅平安也能猜到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羞愧难当, 无言以对, 罗锦揉着自己的小腿, 心说这个兵还真是个不解风情的钢铁直男, 换别人早就有所作为了, 至少帮女士揉揉腿吧, 这位倒好, 就这么木讷地站着, 血脉通顺之后, 罗锦说, 咱们走吧, 忽然感觉少了点东西, 一拍脑门, 坏了, 你的军装丢了, 傅平安的军装放在购物袋里, 落在饭店里, 想必已经被警察拿到, 本来跑了也就跑了, 即便有摄像头, 也不一定能找到军区来, 但军装可是铁证, 这下逃无可逃, 刚才傅平安下手挺狠的, 搞不好把人打成重伤, 一级阴谋的蒋章还没暖热, 怕事就要收回了, 罗锦后悔到甘疼, 千不该万不该带傅平安出来吃饭, 现在是晚上, 明天罗副司令才接见傅平安, 首先要解决军装问题, 这个简单, 部队里多的是体型相近的小伙子, 随便借一套就行, 难办的是打人事件, 看那几个人也不相擅长,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闹大了傅平安的荣誉称号, 撤销是小, 影响到部队的形象可就大发了, 从小到大, 帮罗锦善后的都是哥哥罗汉, 哥哥永远是万能的, 所有事都能搞定, 罗锦和傅平安走出藏身之处, 外面手机信号满格, 他试图拨打罗汉的两个手机号, 一个1390打头的全球通号码, 一个是卫星电话, 可两个都打不通, 该死, 罗汉一定是在境外正在执行任务,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两人出去打了个出租车返回军区一招, 此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罗锦找了一圈朋友, 终于从军区警卫连借了一套士兵东长服和一副中式奸章, 好歹能把明天的接见应付过去了, 他给傅平安送衣服的时候, 敲了五分钟的门也没人应, 叫来服务员把门刷开, 发现房盗链挂着, 门内还顶着一把椅子, 傅平安你没事吧, 快把门打开, 罗锦急坏了, 房间里依然没有回声, 职业班的服务员是个年轻小伙子, 说要不我从隔壁房间进去跳窗到这边来把门打开, 正要行动, 里面有动静了, 傅平安几乎是挣扎着过来把门打开, 他脸色惨白, 眼泪鼻涕, 一副极其痛苦的样子, 房间里所有的灯都开着, 窗帘也是拉开的, 电视机关着, 他不可能受到外界刺激, 这是怎么回事, 罗锦把傅平安送往军区总院急诊, 总院是对外开放的, 急诊科的几个医生都在忙着处理车祸伤员, 没人大理他们, 正巧过来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医生, 看到穿军装的罗锦, 就主动接手过来, 检查之后问傅平安, 有没有使用麻醉品的记录, 傅平安说, 可能有, 在我治疗烧伤的时候, 医生质疑道, 哪里的医院这么不负责, 傅平安说, 涉密了, 我不能说, 医生哼了一声, 对罗锦说, 病人肚冷丁成瘾, 我不能给他用药, 罗锦心里抽搐了一下, 天知道傅平安到底经历过多少磨难, 他将医生请到一边低声介绍情况, 说这是咱们军区的一级阴谋, 为了国家满身伤病, 通融一下吧, 医生说, 我看一下他的烧伤, 傅平安脱下了衬衣, 露出后背来, 罗锦只看了一眼, 就把脸扭过去了, 医生服了服眼镜, 叹为观止, 这简直是大型医疗事故现场, 傅平安的后背有严重的烧伤, 一直蔓延到脖梗处, 尽管做过直皮手术, 但效果不佳, 不能完全覆盖, 而且直皮的部分面积毛孔不通, 各种伤疤触目惊心, 争名可怕, 似乎是为了掩饰伤疤, 他背上纹了五条龙, 刺青的手艺倒是比直皮的医术高多了, 离远了看是能遮掩疤痕, 且微风凛凛, 见了看就惨不忍睹, 这人得受多大罪啊, 医生明白了, 能把这手术坚持下来, 还刺了一背龙纹, 不用镀冷钉, 撑着还真不行, 我去拿药, 医生匆匆去了, 忽然两名头戴白色钢盔的红尖章, 纠察走进急诊室, 向罗锦敬礼, 同志, 请出示您的证件, 罗锦心说坏事了, 打架的事儿果然闹大了, 纠察是军人中的警察, 同等职能的部队, 在国外叫做宪兵, 就是钢盔和秀章上, 印着MP的那种兵, 大城市的老百姓, 经常有机会在繁华地段, 目睹纠察的风采, 这些士兵都是入伍时就确定的身高一米八以上的鹰挺小伙, 配上笔挺的军装, 几个人排成纵列, 走在街上就是行动的荷尔蒙, 亮丽的风景线, 但在军人眼里, 纠察就是凶神恶煞, 是士兵的死对头, 他们专门盯着军容不整的士兵或不遵章手计的军车, 两下里水火不容, 但平时士兵没有办法修理纠察, 只能等快退伍的时候放肆一把, 所以纠察们往往提前退伍, 不和老兵们发生冲突, 罗锦知道这些纠察并不是军区的兵, 而是省军区警备纠察连, 这就比较难办了, 他认识的关系都在军区大院, 这大晚上的上哪儿拖人去啊? 这些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还不到半秒钟, 罗锦掏出军官正地过去, 纠察戴着白手套的手接过来仔细辨别, 看看照片, 又看看罗锦的脸, 确认完毕, 双手递回, 再次敬礼, 公事公办地问道, 警备处接地方公安协查请求, 今晚八点钟, 在精英广场楼下大排档, 发生一起行凶商人案件, 据现场监控显示, 您的同行者参与了此次事件, 我们奉命来将他带走, 既然纠察能找到这里来, 说明已经完全掌握了证据, 罗锦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又不能接受一个病人被纠察带走, 那样势必会加重他的病情, 这些年轻的纠察铁面无私, 执法如山, 求情是没用的, 撒泼更没用, 罗锦快要急哭了, 这时候医生来了, 他很诧异, 为什么纠察会上门, 询问原委后说了一句, 你们不能带走他, 他是病人, 纠察礼貌而坚决地表示, 必须把人带走, 医生呕了一声, 这样啊, 人不能带走, 就在我这里治疗, 出了事我负责, 还不行的话, 叫你们处长来见我, 说着他脱下白大褂, 露出大校尖章和胸前的正师级标识, 军区总院是正师级单位, 这位女医生想必就是院长本人了, 这下纠察们没话说了, 人家堂堂大笑院长作保, 他们岂能再不依不饶, 再说嫌疑人的身份, 查到了, 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 无需担心, 纠察走了, 院长对罗锦说, 病人有人照顾, 你跟我到办公室来, 罗锦来到院长办, 看到桌上的姓名牌, 这位女院长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杜可慧, 全军著名的新内科专家, 军报上多次报道过她的事迹, 名字如雷贯耳, 只是没见过本人, 杜院长说, 在不涉及军事经历的情况下, 你给我说一下她的情况, 罗锦说, 她是第二年的兵, 有一年时间在海岛上和其他四个战友一起度过, 不久前的一次, 抢险救灾中, 那四个战友全都牺牲了, 只有她一个人活下来, 杜院长说, 烧伤和纹身怎么回事, 罗锦摇摇头, 涉密了, 我也不知情, 杜院长说, 明白了, 你们单位有没有相应的治疗措施, 罗锦摇摇头, 暂时还没有, 她刚回来, 杜院长说, 我建计立刻入院治疗, 心理干预, 病人身边不能断人, 防止她自杀, 她会自杀, 罗锦瞪大了眼睛, 一个集体, 全都牺牲了, 只剩下一个人, 这个人会有强烈的负罪感, 轻生的几率很高, 她年纪这么小, 心里还不成熟, 能扛得住已经很不容易了, 爱, 还是个孩子啊, 罗锦想了想守备区的医疗资源, 聂如道, 我们那边恐怕, 杜院长说, 病人需要全方位综合治疗, 你们单位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我写个单子, 先在总院住下吧, 罗锦忽然想到副司令员的接见, 豁然开朗, 敬礼道, 谢谢杜院长, 傅平安打了一针杜冷钉, 终于安静下来, 躺在病床上睡着了, 罗锦坐在旁边陪护, 护士过来说一你怎么还在, 病人不需要家属陪护的, 罗锦有些尴尬, 心说我怎么就成了家属了, 他干咳一声说, 这是我们部队的战士, 护士看看罗锦, 说那随便你了, 长夜漫漫, 罗锦百无聊赖, 拿着手机玩游戏, 看小说, 看着看着头一搭啦, 手机滑到地上, 睡着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身上盖着被子, 傅平安站在窗口, 眺望远方, 军区总院隔壁就是部队大院, 悠扬的起床号正在吹响, 糟了, 罗锦从病床上跳起来, 扯一扯略有发咒的军装, 傅平安, 快跟我走, 上午是首掌接见, 好在总院和一招, 大院都在一条街上, 走过去都来得及, 他们先回一招换了衣服, 吃了早餐, 直奔军区大院, 在门岗登记之后, 罗锦说, 我就送到这里了, 你一个人进去吧, 他似乎有些不放心, 又问道, 没问题吧, 傅平安看看巍峨的军区机关大楼, 点点头, 接见在机关大楼的贵宾厅进行, 满铺地毯, 墙上是万里长城的油画, 军区首掌接见了一级阴魔, 海岛蛟龙荣誉称号获得者, 军区机关报记者现场拍照录像, 一个流程走下来, 傅平安满头大汗, 他在海岛上无拘无束惯了的, 受不了繁文入解, 面对镜头, 也说不出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来, 憋了半天, 只说自己没什么功劳, 牺牲的战友们, 才更有资格站在这里, 说着眼圈就红了, 记者们趴拍一阵拍照, 他们是见得多了, 如果这个年轻的士兵侃侃而谈, 谈笑风生, 那才叫不正常, 反而是这样木讷单纯才合理, 接见结束, 傅平安脑子里一片空白, 只记得满眼都是江星闪烁, 和一张一夕的嘴巴, 他不擅长应对这种场面, 如果连长在, 或者高小波在就好了, 他们一定应对得比自己更自如, 想到牺牲的兄弟, 傅平安又是一阵黯然, 手掌走了, 记者也走了, 只剩傅平安一个人站在贵宾室门口, 他忽然清醒过来, 鲜花和掌声只是暂时的, 荣誉只代表过去, 繁华过后, 各回各家, 没人会陪着你一路走下去, 他走出机关大楼, 在门岗处交回直单的时候, 哨宾告诉他, 那个送你来的女军官留话说, 让你去军区家属院七号楼, 军区家属院就在机关隔壁, 一片郁郁聪聪的树林眼影中的住宅区, 刚解放的时候, 城市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部队占据的都是最核心的位置, 如今军区所在地, 正处于闹市区, 家属区的房子折合同等, 地段的商品房来说的话, 每平里要上三万了, 住在此间的都是军区将校级军官, 房员有限, 离休的退休的, 转业的也不搬走, 所以一般团级干部都没资格入住这里, 傅平安并没有直接去家属院, 他能猜到七号楼应该是罗克公将军的家, 上午是官方接见, 下午是私人会面, 自己岂能空着手去, 于是他先回招待所去拿高黎身和胡谷酒, 七号楼是罗锦从小成长的地方, 那年他七岁, 爸爸牺牲, 妈妈改嫁, 妾生生的女孩来到新的家, 威严的伯父, 慈爱的伯母, 还有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哥哥, 很快就让他再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但最温馨的时光仅仅只有六年, 六年后罗锦就住校了, 又过了一年, 伯母病逝, 也撒在楼下种了一棵树, 如今已亭亭如盖, 罗锦有这里的钥匙, 但从来不住, 因为这会勾起他无限的回忆, 那时候伯父还是团级干部, 住的是三十一厅的房子, 后来晋升大校, 少将, 按规定可以调换房子, 但他一直住在这里, 大代是因为这里有伯母住过的痕迹吧, 伯父表面上是铁血战匠, 骨子里却温情默默, 房子空关了很久很久, 客厅的沙发上都蒙了一层灰尘, 伯父身居要直, 又截然一身, 平时就住招待所, 哥哥常年不回家, 自己上了高中后也很少回家, 算起来这是第四次回来吧, 罗锦找了快干的发印的抹布, 泡软了开始擦拭, 忽然手机响了, 是罗汉打来的, 你昨天打我电话了, 啥事啊, 要紧吗? 不是特别着急, 一个朋友和地方上的人起了冲突, 拿酒瓶子, 把人捅了, 罗锦有些不好意思, 没提傅平安的名字, 打赢了吗? 罗汉的关注点永远都和别人不一样, 一个打六个, 打赢了? 罗锦说, 那就行, 你朋友? 没听你提过有这么生猛的朋友啊, 哪个不对的? 我认识吗? 下手应该挺重的, 搞不好要开除军级, 罗汉很关心这个未来的媚婿, 故意吓唬罗锦, 是, 是傅平安, 他有战场心理综合征, 打起架来很忘我, 现在人家已经报案了, 省军区警备处也介入了, 我不敢告诉伯父, 哥罗锦跺着脚说, 拉长枪喊了一声, 罗汉最吃这一套, 从小罗锦一拉长枪喊哥哥, 他就晕菜了, 啥都愿意干, 你就告诉我, 死人了吗? 罗汉问, 不清楚, 应该死不了吧, 罗锦心里打鼓, 天知道有没有闹出人命, 傅平安下手非常凶悍, 用的是战场上拨命的打法, 兴许被扎伤地回去之后, 流血过多挂了呢? 算了, 你也搞不明白, 我自己问吧, 罗汉顿了顿, 今天老爷子生日, 你替我带个好, 罗克公从来不过生日, 他上午才从北京飞回来, 因为忙其他公务, 就没参加接见活动, 中午忙完了之后, 换上便服步行回家, 没让警卫员和秘书跟着, 他要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军区家属院已经很久没回去过了, 但罗克公的公文包里, 一直放着家里的钥匙, 他走到距离距离家属院一墙之隔的路口处, 住足等红灯, 忽然看到马路中央, 有个老人孤零零站在呼啸来往的车辆中, 无助而彷徨, 红灯刚灭, 罗克公身后就有一个年轻人跑过去, 本以为他要搀扶老人过马路, 没想到弯下身子背起老人, 快步走过人行道, 才把老人放下, 罗克公也紧跟着过来了, 发现老人竟然是家属院的离休老干部, 自己的一位老上级, 老张,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罗克公大声问道, 老人耳背, 什么? 得嘞, 我送你回家。 罗克公搀扶起老人, 对年轻人道, 小伙子, 谢谢你。 忽然他愣了, 这张面孔很熟悉, 正是不曾蒙面的傅平安。 傅平安立正敬礼, 手掌好。 罗克公笑了, 小伙子, 你为什么喊我手掌? 傅平安说, 您换了上衣, 没换军裤腰带和皮鞋, 这些都是智式装备, 依您的年龄, 至少是师级以上干部, 另外, 我在电台里和您对话过, 罗傅司令员。 罗克公很满意, 这个士兵不但勇敢无畏, 还是个细致用心的人, 若不是一身伤病, 还真是特种兵的好料子。 傅平安其实有些疑惑, 不是说罗傅司令员要接见自己吗? 为何上午的接见活动不见人? 改到家属院见面, 自己虽然是战斗英雄, 但是就私人关系而言, 和傅司令员并没有那么密切。 报告傅司令员, 我奉罗排长的命令, 到军区家属院七号楼报道, 傅平安腰杆一挺, 开门见山。 罗克公说, 不是罗排长的命令, 是我安排的, 我挺想认识一下你, 了解一下九龄后战士的思想动态的。 老张耳背, 但是眼不花, 看到一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 站在罗克公面前, 便道, 小罗, 这是你侄女婿吗? 罗克公哈哈大笑, 老张, 你操心得太多了, 走, 咱们一起回家。 傅平安一手拎着礼物, 一手搀扶着老张, 三人走进家属院大门, 这里也是有门岗的, 只是不像军区大门口那么严格, 他们先把老张送到家, 然后来到七号楼, 罗瑾正在树下浇水。 罗克公远远说道, 大树是不用浇水的, 小树苗才需要呵护。 罗瑾把水壶一丢, 小鹿一般跑过来, 二伯你回来了。 罗克公说, 我把你们部队的战事也带来了。 傅平安向罗锦敬礼, 罗排长, 战事傅平安奉命前来报道。 罗锦说, 不用这么拘谨, 都是自家人。 傅平安心说, 怎么就自家人了? 你们家是赫赫将门, 我们是平头老百姓, 哪跟哪呀? 三人上楼回家, 罗克公看到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似乎又回到当年。 一而一女环绕西夏, 饭菜飘香, 衣架上挂着的军装, 总是在深夜被妻子熨烫整齐, 随身的保温杯里, 也总是装满茶水。 傅平安把胡谷酒 把高丽参拿出来说, 这是东边的礼物, 我借花献佛。 罗瑾看到商品包装上的朝鲜文字, 顿时就明白了傅平安失踪的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这是军事机密, 他只会闷在心里, 问都不会问。 罗克公拿起胡谷酒看看, 不错, 不过我不需要这玩意, 你应该拿去给熊司令。 傅平安说, 熊司令那份我留着呢。 话头在这里断了, 气氛略有尴尬, 罗瑾盲说, 二伯, 我想给您讲讲这个战事的故事。 其实傅平安的档案, 罗克公早就看过了, 但他还是饶有兴趣道, 是吗? 那我还真想听一听。 令傅平安震惊的是, 罗瑾并不是从自己新兵连斩路头脚开始讲起, 而是从他高考救人那一段故事讲起, 而这段经历是罗克公也不知道的, 他听完不免唏嘘, 年轻人还没经历过五官斩六将, 就先走了卖城, 但也未必是坏事,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年轻时受罪, 总好过人到中年再遭遇挫折, 那就真的会一蹶不振了。 没想到, 罗瑾花了这么多心思来了解自己的过去, 傅平安有些感动, 以往那些恩怨早已随风而去。 罗克公看过傅平安的全套资料, 不光是档案上的, 还有不被官方记录的故事, 包括傅平安给雄太行做公务员时的表现, 立擒踢部队狙击手的壮举, 还有内医院案, 被罗汉等人殴打的惨痛遭遇, 这个兵狠抗压, 是绝好的苗子, 不应该轻易放弃, 哪怕已经罹患各种心理病症, 心病还要心药医, 自家儿女给傅平安造成过心理伤害, 这个环节应该由罗家补回来, 这就是罗克公堂堂一个中将屈尊 邀请中士登门做客的原委。 罗家许久没人住, 连烧热水泡茶的条件都没有, 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 罗克公说, 咱们大门口小饭店吃个便饭吧, 我请客。 小饭店让傅平安找到了家的感觉, 尽是些家常菜, 小炒肉土豆丝, 最贵的菜是葱巴海参, 看到这道菜赋平安, 就想起海岛上悠闲的时光, 他快乐地回忆起晒海货的日子, 说自己海参海胆都吃腻了。 罗克公听了心酸, 驻岛官兵苦中作乐, 其实非常艰苦, 作为军区的班子成员, 是时候改革一下了, 有些荒无人烟的岛屿, 确实没有驻军的需要, 该撤的就撤, 该病的就病, 但是374岛作为模范标杆, 肯定是不会撤房了。 正吃着, 一个中校军官走了进来, 他是罗克公的秘书老李, 老李富尔说了几句, 罗克公面色不改, 好的我知道了, 你先处理吧。 老李冲罗瑾和傅平安打了个招呼, 就匆匆离去, 罗克公看了一下二人, 问道, 打架了? 罗瑾心慌了, 站起来立正报告, 是一帮地方上的无赖混混, 他们先动手的, 我, 我也动手了。 罗克公说, 两个轻伤, 四个轻微伤, 够得上三年徒刑了, 你们可以啊。 罗瑾下的脸都白了, 他知道, 二伯一向铁面无私, 从不互端, 事情到他这里就无解了, 一定会秉公处理。 军地发生冲突, 没闹大还行, 闹大了部队一定会稀释宁人, 这全怪自己,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为什么一定要动手呢? 傅平安无动于衷, 他没欺负人, 也没被人欺负, 问心无愧, 没什么好说的。 罗克公也没继续说下去, 招呼道, 吃菜, 谁也吃不下去了, 便饭草草结束, 手掌接见也告一段落, 罗瑾和傅平安 还有一天半的空闲时间 可以留在省城, 周一必须赶回东山守备区消假。 这一天半时间, 正好可以用来摆平斗殴事件, 罗瑾和哥哥又通了电话, 得知最新进展, 被打的另一方不是善查, 当晚就去验商报案, 他们似乎对部队系统很熟悉, 直接找了省军区军务处的关系, 所以纠查才来得那么迅速。 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 打架的视频上了网, 浏览量还不少, 对方知道打人的是一级阴魔, 并没有因此忌惮, 反而更加得理不饶人, 大有把这位阴魔的名声搞臭之意, 而公安给的罪名是故意伤害, 这是赤裸裸地包庇另一方。 通常来说, 这种案子都是不分清红皂白, 按照护殴夺处理的。 警察是不能逮捕现役军人的, 案子会移交给部队保卫部门, 赴平安是东山守备区的兵, 这案子不就落到林鹤手里了吗? 那岂不是羊入虎口, 正好公报私仇? 罗锦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没用, 那么的无助。 还好他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哥哥, 罗汉的电话只要通着就没事。 此时, 罗汉正在一架转场的运十二螺旋桨飞机上, 他刚执行完一次境外秘密任务, 有三天的假期可供挥霍, 本想去海南放松一下, 没想到妹妹就给他找了点事做。 对于嫌疾无聊的罗汉来说, 正中下怀。 小飞机降落在军用机场, 一辆老掉牙的解放牌卡车来接他们。 罗汉和他的两个战友将背包丢进车厢, 顺势跳进去, 大呼一声, 进城。 这辆专门用于机场内部通勤的卡车是不能进城的。 下了跑道, 他们就换了一辆低调的军牌长风猎豹, 这辆车是罗汉藏在这儿的专车。 部队车辆信息库里没这个车牌的档案, 交警也不能管, 干自己的事儿很方便。 罗汉在卡车上就换好了衣服, 尼采服换成长服, 毕章也换成对应的军区毕章。 戴上一副平光眼镜, 俨然就是个做机关的干部, 两个战友, 一个换上文职兼章, 一个装扮成士官, 按照情报上的地址, 直奔苦主家而去。 所谓苦主, 就是挨打的另一方, 六个人中领头的。 他在派出所登记的地址, 是某高档住宅小区的独栋别墅, 可是开过去却发现家里没有。 保姆说主人在公司忙呢, 罗汉问公司在哪, 保姆指了指隔壁的别墅。 罗汉来到隔壁别墅, 发现此间占地颇广, 院子里横七竖八停着几辆号车, 一头狼犬虎视眈眈, 按了门铃之后, 有人来开门, 一看是穿军装的, 却并未露出宗物的表情, 反而十分热情, 把他们三个请进来, 上烟倒茶, 殷勤招待。 王总打完这一把就下来, 那人说, 不急不急。 罗汉说, 过了一会儿, 王总和他的朋友们从楼上下来了, 一个个趾高气扬, 满身土豪气息, 王总就是牙齿被打掉的那个人, 他显然会辨别军衔高低, 先和罗汉握手, 和文职也握手, 士官也不落下, 满嘴到辛苦, 拿出九五之尊来上烟, 不好意思, 还辛苦你们跑一趟, 都是自己人, 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罗汉说, 特事特办嘛, 周末机关休息, 打值班电话还真找不着人, 我是咱军区政治部的, 我姓赵, 专门为了那个案子来的。 王总说, 赵干事啊, 你看我这牙, 活生生打掉了, 军民雨水晴哪去了, 上来就打呀, 一点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我不就开个玩笑吗, 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 罗汉说, 基本情况呢, 我也初不了解了一下, 省军区军务处那边, 给我说得很清楚, 打人确实不对, 不过也有些特殊情况, 要给王总汇报一下, 这个战士, 是刚拿了荣誉称号的一级阴魔。 王总说, 一级阴魔打人, 最佳一等, 英雄模范不是免死金牌啊, 更应该严格要自己猜对, 咱们是人民子弟兵对不对, 又不是日本鬼子,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罗汉扶了扶眼镜, 很无奈地说, 王总能不能先把网上发布的一些东西删掉, 有要求咱们可以慢慢协调吗? 王总说, 那不行, 我要让舆论监督你们, 至于要求吗? 我不差钱, 不要赔偿, 我就要动手的那个人受处分, 蹲监狱, 我也不欺负人, 一切按法律办, 经商是三年以下居意, 就按这个规格走。 罗汉一脸为难, 这个, 军区首长不会答应的, 毕竟一级阴谋是我们树立的标杆。 王总说, 别拿军区首长压人, 部队咱熟得很。 说着被出一长串名字, 基本上都是军区后勤部的部长处长们, 管基建的, 管营房的, 管油料被俘的等等。 罗汉忽然想到一个人, 便试探道, 听王总口音是黄台人吧。 王总说, 对, 和咱们后勤部黄部长沾点亲, 黄部长老家的宅子将军府, 就是我带人修的, 祖坟前的那条路, 也是我修的。 罗汉豁然开朗, 不早说, 自己人, 我和黄部长女婿是同学。 王总说, 不就林鹤吗? 都数, 论起来, 我喊黄部长表救。 似乎是为了显摆自己的关系有多硬, 王总掰着手指头, 给罗汉算自家公司承接了后勤部多少工程, 油库我建的, 宿舍我盖的, 当兵的睡的架子床, 都是我供应的, 对了, 我给你看个东西。 王总从自己的LV包里, 拿出一个红皮军官正来晃了晃, 兄弟, 你猜猜咱俩谁的军衔高? 罗汉挑起大拇指, 心里按道, 军区纪委的伙计们, 老子可不是诚心抢你们工作的。 罗汉的外形和作风都很具有迷惑性, 看起来, 他像是那种有勇无谋的匹夫, 实际上, 这家伙四肢发达, 头脑更加发达, 他是匠门胡子, 从小耳目如染的, 不仅是金戈铁马, 还有合纵连横, 运筹帷幄, 搞一个将军不是简单的事情, 牵扯到背后的方方面面, 可谓牵翼发动全身。 特种部队对现役将军进行侦查取证, 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事情, 罗汉当然不会那么傻, 他只会反向侦查, 对这位嚣张跋扈, 还有军官正的王总进行侦查, 只要查出有利益关联关系, 那就别怪老子们不客气了, 替部队是直属军委的国之利刃, 可以直达天厅, 大军区里管后勤的将军, 他们还真不放在眼里。 这位皇部长大号叫黄有松, 在军区颇有名气, 不是军事上的能力强, 而是经营能力强。 他初中毕业从军入伍, 靠着小机灵提干穿上四个斗。 八十年代, 部队成立三产从事经营活动, 黄有松如鱼得水, 经营有方, 深得手掌欣赏, 一路提拔, 还进了国防大学进修, 现在已经是一名副军级少将副部长了。 罗汉的叔叔罗克公, 一向和黄有松井水不犯河水, 没什么明面上的矛盾冲突, 但私下两个人互相看不顺眼已久, 能干到这个位子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黄有松擅长走高层路线, 送礼头其所好, 喜欢美女的就送模特空姐小明星, 喜欢风雅的就送名人自画艺术品, 喜欢背中物的就城乡送特供茅台, 啥也不喜欢的就走夫人儿女路线, 豪车,豪宅, 各种奢侈品令人无法拒绝, 吃人的嘴软, 男人的手短, 唯独罗克公不吃这一套, 油盐不尽, 黄有松对其非常忌惮, 有机会就下阴招, 这次也不例外, 傅平安是罗克公推出来的阴谋, 把这个阴谋拉下马, 就等于打了罗克公的耳光, 断了他的升迁之路, 何乐而不为。 但黄有松忽略了一点, 罗克公是主管特战的将军, 他训练出来的兵, 不但是特种兵, 还是优秀的谍报人员, 在境外渗透作战都绰绰有余, 在自己国家更是如入无人之境。 入夜, 两个黑影来到王总办公的别墅, 一发麻醉淡, 狼狗就进入了梦乡, 黑影穿着鞋套进入建筑, 轻车熟路摸到办公室, 打开保险柜, 拿出账本每一张都拍照, 另一个人打开电脑, 轻而易举破解密码, 硬盘里的资料全部拷贝带走, 顺便留下木马病毒, 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监视这台电脑。 但这些罪证似乎还不够, 两个黑影结束工作后, 清除所有痕迹, 狼狗身上的麻醉针也拔走了, 其中一个指了指隔壁别墅, 是一来一次刺激的。 第二天一早, 罗汉来到军区机关大楼, 今天是周日, 机关大楼里没什么人, 罗汉直接敲门, 进入副司令员的办公室, 向罗克公递交一打资料。 罗克公扫了一眼, 你想干什么? 罗汉说, 抄送给您一份而已, 正等我是要拿到纪委去的。 罗克公沉下脸, 荒唐, 胡闹。 罗汉立正, 做好癌训的准备。 你以为你是谁, 纪委干部? 反贪局干警。 你是军人, 是对外的, 这是你的工作吗? 乱弹琴, 哪也不许送, 你结束休假, 赶紧给我滚回去训练。 罗克公对这个当儿子养的亲侄子, 是恨铁不成钢, 三十多岁的人了还那么幼稚, 目光短浅, 只能看眼前的几步而已, 一个少将是那么容易撼动的吗? 经了外围, 只会影响到高层的通盘布局。 罗汉敬礼, 是, 然后又问, 那这一份呢? 这一份留下, 滚吧。 罗克公一挥手, 那, 那小子的事儿怎么上后? 罗汉还不死心, 罗克公气笑了, 罗汉, 你是个锤子吗? 看什么都像钉子, 遇到任何事都用你最擅长的手段解决, 你就没想到还有其他办法, 你就没想到正常途径, 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和他人。 罗汉这回事彻底服气了, 立正, 向后转, 跑步离开。 罗克公这才细细观看资料, 罗汉还真是有手段, 搞到了一本手写的送礼记录, 上面的名字和金额令人不敢相信, 这只是黄有松汤污腐化的九牛一毛而已, 就如此触目惊心, 此人劣迹斑斑, 还能清云直上, 说明他上面有人, 而且是很上面的人, 比军区手掌都高, 罗克公的眉头促成一团, 斗争很艰巨啊。 与此同时, 军区总院, 傅平安还在接受治疗, 抽血化验, 采钞CT, 他是贵宾级的病人, 做检查有护士用轮椅推着一条龙服务, 化验单很快出来, 交给医生审阅后, 院方给傅平安开具了一碟医疗报告, 这些报告并没有在他手里过, 而是直接交给军区相关人员审核, 然后傅平安就拿到了一个红皮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伤残等级为六级。 同时, 军区的笔杆子也出动了, 在网络上写了一篇雄文予以反击, 首先要说明的是, 这不是军人殴打老百姓, 更不是护殴, 而是军人为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正当防卫。 文中以略带嘲讽的口吻说, 从没听说过一个人殴打六个人的, 而且, 这个人并不是特种兵, 只是一个因功负伤的残疾军人。 文章还附带了现场完整视频, 能看出傅平安确实是受到挑衅后, 为了保护同行的女士, 才不得不出手反击。 而且, 那几位所谓的受害者, 也不是什么弱势群体, 都是脑满肠肥的土豪, 先动手不说, 还拿到。 舆论顿时一百八十度大逆转, 先前的受害者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军方的反制措施并不限于此, 军区有关部门聘请律师起诉了污蔑军人的所谓受害者, 正像罗克公说的那样,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 这些内幕赴平安一概不知, 周一早上, 他穿上军装, 站在一招门口等车, 罗瑾也从楼上下来, 两人打了个招呼, 相隔两米远, 各自站着, 就像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前天晚上的遭遇, 足以让两个互有好感的男女进入热恋, 但对于傅平安来说, 就跟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罗瑾看了傅平安一眼, 眼神复杂, 似乎有话要说, 但终究还是没说, 他知道这个兵回不去了, 不但回不到以前的那种心理状态, 也回不到东山守备区了, 他有心理疾病, 需要戒断治疗, 这是部队的义务。 回东岛的车永远不会来了, 一辆救护车驶来, 压车的干部查看了傅平安的士兵证, 请他上车, 这时候罗瑾才想起说一声再见, 傅平安默然地看看他, 上车了, 正经危坐, 目不斜视。 救护车走了, 罗瑾也拎起行李去乘地铁, 赶火车回东岛, 一路上心中充满莫名的伤感, 等他再次见到傅平安, 已经是若干年之后了。 傅平安知道自己有问题, 他看到了鉴定报告上的支言片语, 人格改变, 情绪不稳, 创伤后应激障碍, 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反复的暴怒和攻击行为, 最严重的是麻醉品成瘾, 也就是传说中的毒瘾, 杜冷丁是马飞的替代品, 而马飞是鸦片提纯的产物, 傅平安小时候看过一部反映基毒工作的纪录片, 对其中的镜头印象无比深刻, 尹君子无法摆脱毒品的魔咒, 从人变成魔鬼, 自暴自弃, 直到死亡。 救护车开到远郊一处封闭式管理的疗养所, 这里挂着军事管理区的牌子, 有持枪哨兵站岗, 傅平安将在这里完成戒毒任务。 辽阳所的建筑很陈旧, 具有浓厚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风格, 傅平安下了车, 救护车驶出院子, 大铁门缓缓关闭, 与外界联系的大门也就此关闭, 天色阴沉沉的, 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傅平安拿着自己的档案走进空荡荡的大厅, 军用皮鞋走在水磨石地面上, 敲出孤独的音符。 大厅里没有人, 傅平安静静地站着, 一个坐轮椅的人从门口路过, 缓慢地扭头望过来, 一个黑森森的眼眶里啥也没有, 另一只眼睛也疲惫无神, 傅平安心里一阵惊雷, 他隐约猜到这是什么地方。 公安机关有戒毒所, 那是面对社会的, 但部队没有戒毒所, 军人也不会染上毒瘾, 以傅平安的身份, 不会把他送进公安戒毒所, 那么戒断治疗就只能去一个地方了, 那就是疯人院。 想到这里, 傅平安忽然笑了, 想什么呢, 自己本来就是个疯子, 送到这儿主要是治疗精神病, 毒品戒断那是顺带着的事, 自己本末倒置了。 很好笑吗? 一个女生传来, 是个年轻的女人, 穿着白大褂, 戴着眼镜丝丝纹纹, 冷冷冰冰。 傅平安立正敬礼, 东山守备区海防三团九连战士傅平安报道, 女医生说, 九连已经撤编了, 以后没有九连, 你的身份是3374医院精神康复中心的病人, 我是你的主治医生, 你可以称呼我王医生。 傅平安问, 王医生, 我要在这里住多久? 王医生说, 那要看你的康复情况了, 寄来之则安之, 对了, 康复期间你的工资是照发的。 傅平安说, 我想去外面买些东西。 王医生说, 恐怕不行, 你需要什么, 我们会帮你买。 傅平安说, 我想买自学考试的教材。 王医生驻足看了看他, 你是病人里第二个需要教材的。 我需要帮你无计划可以做的事情。 雷叔, 是一个状态。 我需要帮你拿来的资争都是三位又来的?